端着新座的点心乐呵呵过来的阿宁,就听到姐弟二人在吵架。 阿晴的声音很高,话语连珠炮似的扔给魏英。 你是被标记的陶昆,回去会怎样? 昆泽登记制度明确了昆泽的所属人或监护人。 昆泽丢失,不论是自行逃走还是被人抓走,原主人可以要求追悔。 逃走的昆被抓回去后下场都不会太好。 若是温家那种世家的昆,只要敢逃跑的,抓回后不是打死,就是被卖去青楼。 蓝家也许不会这样,但是阿晴不敢赌那个万一。 魏英自己倒很镇定,我有办法,只要谎编得好,就能圆过去。 你当蓝家人都是傻子,阿晴都快尖叫起来了。 蓝世家风,再正也是与温家并列的顶尖世家,家族中人才济济,聪明人多的是。 魏英的谎话编得再好,他也是陶昆。 且不说是否会被识破谎言,但是他失踪这么长时间,回去后会被如何处理,就是个最大的变数。 要是那种古板家族,非要要求昆泽为他家前缘保持真结,怀疑他这段时间不干净了,把他关起来或者处死,该怎么办? 他们没能耐从蓝家手里把人救出来,只有这样才能拿到阴铁线索。 魏英很坚定,两人目光相拼,谁也不肯先退。 阿宁放下盘子,妾生生问,姐,怎么了? 阿晴没顾得上理会,带着愤懑问魏英,魏无羡,你把自己当成什么? 魏英不答,把头偏开。 阿晴不肯放过,追着问,说话。 蓝家人不会要我命的。 魏英转回视线,轻轻地说。 阿晴差点要被他气哭。 他说的笃定,可不要命不等于会好好对待他。 为了一个不知能不能弄到的线索,他要付出的东西,阿晴想都想得到。 无非就是跑回去那个前缘身边,撒谎撒娇,还要献出身体和信箱,求得留下的机会。 在四季出洞,查找线索。 何等屈辱痛苦的代价,魏英却说得像喝口水一样简单。 阿晴眼里含着泪,看也不想看他一眼。 他心疼,这个混账弟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。 阿宁走过来,连问带恳求,是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吗? 阿县是昆,不能去,那我去呗。 两个人都没回答。 这时还真的只能魏英去。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昆,姐弟几个都不自觉地保护魏英。 危险的事不是阿阳就是阿宁去,赚钱养家多伴阿晴来。 魏英只要躲得好好的不要被人发现就好。 谁想到他自己完全没这个想法,练符咒,玩傀儡,搞阴谋,还要以身犯险。 沉默伴上,魏英把一定要去的原因又细说一遍。 最完整的仙门史和世家家族史,只有蓝氏藏书阁能找到。 他盯着阿晴的眼睛,认认真真的说,我必须去。 我不能让我们的努力白费。 你不帮我,我就出去买药。 外面的药什么样子,你知道的。 前两句,是决心,后两句,是威胁。 他拿自己威胁阿晴给他配药。 外面的药什么样,阿晴会不清楚吗? 在先都的昆泽管理法下,昆泽的药必须在指定地点买,且必须由监护人去。 还要带着以登记昆泽的证明。 昆泽自己不能买。 有人为了牟利,偷偷摸摸制作各种昆泽专用药。 效果不能保证不说,很多劣质还带毒。 吃坏了吃死了,也是买药的活该,谁让你买非法药呢? 让阿晴自己来做,至少要能让人放心,让他自己放心。 阿晴吸着鼻子,答,我会给你准备药的。 卫英淡淡一笑,多谢了,姐。 忧心忠忠的阿晴和啥也没明白笑呵呵的阿宁,看着卫英走出房间。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后。 蓝氏肃清了地盘上所有的温氏势力,将他们彻底赶走。 宗主回归,重建云深。 蓝湛带领监察队,赶在温氏之前把清和园监察队总部的所有卷宗搬走。 于孤苏成立了新的监察队总部。 监察队队长蓝湛对外宣布,监察队从此不再听先都号令,正式脱离先都掌握。 原来的队员有部分本身家族就依附于温氏,还有不敢得罪先都的,或离开监察队,或叛逃去了齐山。 先都温若寒任命新人掌管监察队,在清和园旨成立监察辽。 从前的监察队就此一分为二,后世人称姑苏的围队,清和的围聊。 只不过后者存在的时间不长。 因蓝湿重建和监察队事务,忙得白天黑夜颠倒的蓝湛,时时挂念着小骗子魏小县。 那小骗子,往人堆里一藏,就没了踪影,极难找。 蓝湛本以为至少要等他把魏英和温氏、薛阳的关系调查清楚,才能进一步。 没想到这天突然有弟子来报,我们找到魏公子了,离这里不到三百里。 第一反应是他听错了。 蓝湛愣神了片刻,才起身出门。 他脚步凌乱,呼吸急促。 这一次不是假消息,不是虚无缥缈的情报,而是真真正正把人找到了。 弟子把蓝湛带到一处湖边码头,解释到除碎的时候发现的,他不让人靠近。 站桥下的小船里,窝着一个人影,他缩在船上,双手紧紧抱住自己,身体还在抖。 韩光君,这边,听到弟子的声音,魏英转身,手扒着桥栏,往空隙里瞧。 来人真是蓝湛,一身白衣,在夜里也那么夺目耀眼。 魏英呼地从船里站起,那对大眼像寒了水,眼波盈盈看着蓝湛。 蓝湛,好一个楚楚可怜的小昆泽。 看见他这模样的前缘,脸却黑得跟锅底似的。 见到这副脸色,魏英心头一凸,莫不是识穿了自己,来算账了。 泪珠自然而然就下来了,魏英想着,先哭吧,他总不能打我,除了第一次在寒潭见面。 蓝湛从未动过他一根手指头。 魏英对这个前缘还算了解,知道不是个打昆泽的神经病。 他在阿晴面前信誓旦旦不会有事,不过是相信自己的直觉,蓝湛不会对昆泽动手。 实在不行,还有清衡君留下的遗言呢。 现在他要哭得惨些,让前缘怜悯他,心软并最终把他带回去。 想着父母之仇,遇错的计划,魏英呜呜夜夜哭起来。 看着小昆泽脸上泪水如断了线的柱,梨花带雨的样,蓝湛来时的想法全没了。 跟着过来的蓝家弟子们,就看见平日清冷高贵,如云端仙人的寒光君,把小昆泽揪到怀里。 紧紧搂着,像搂着什么西式珍宝,不肯松手。 魏英一抽,差点没噎着自己。 他所想象的怀疑,质问场景统统还没开始,似乎就结束了。 被蓝湛狠狠瞪了一眼的弟子们,纷纷作鸟受散。 留下两人站在桥头,紧紧相拥。